今天要不是在美国后面的烧把火 他不可能昨天口气一变 我还不死心 对不对 我还要撑一下 我告诉你什么时候回谈 你已经没气了 我给你留最后一点面子 那时候普丁可能会出现 或者是习近平跑来调题 我不偏俄也不偏乌 罪魁祸首是李伟 美国不但想点燃乌克兰 但他继续烧 那你说外力资源 当一个总统给周边27个国家打电话求救 没人回应 这应该很清楚 今天要不是在美国后面的烧把火 他不可能昨天口气一变 反正谈判有几个作用 以拖待变 我还不死心 对不对 我还要撑一下 我还要撑一下 至少我这个英雄角色还要撑一下 对不对 那不行的话 那所以我讲 那所以我讲 什么要普京见面 就跟台湾的帮派一样 小弟杀大哥 他说 比较身份是对等 我相信普京不会来 普京什么时候来 陈夏之盟的时候 我给你一个台 最后的时候 最后 最后一个台 所以我也讲中国大陆不会介入 这个时候你去帮俄国 乌克兰恨你 帮乌克兰 俄国恨你 给你留最后一点面子 乌西将来你还是 你还是个国家 这个时候 来调停 他来帮忙调谈 对 帮忙调调建 正式来谈调建 对不对 你也不要灭国 你也不是灭种 对不对 或者我还答应将来 给你重建的时候 给你一点这个 你就帮助 这个谈判里面 钱啊 国土啊 这些都是谈判的东西 在中国大陆的角度来讲 这件事情 出手的时机还没到 还没到 要等着普丁跟 泽伦斯基的两个 实力对比以后 可能要接受的 找个台阶下 那个时候他再出手 乌克兰的局 什么时候 美国开始大幅增长 克里米亚战争 对 克里米亚战争 一打完 美国的训练中心 都进去了 习近平跟拜登的谈判 我的观点是 不是摊牌 绝对不是摊牌 等一会发表的 所谓这些声明 或者是卸出来的消息 我认为都是 外交式的官方的语言 真实内容 我们可能很难知道 这个可以请习大使去谈 这个来解说一下 外交辞令是 涵盖得很模糊的 为什么他不会摊牌 在中国大陆的角度来讲 这件事情 出手的时机还没到 还没到 要等着普丁跟 泽伦斯基的两个实力对比以后 可能要接受的 找个台阶下 那个时候他再出手 中国大陆负责搬出台阶 他搬台阶 就是说我给你 乌克兰还保留什么东西 尊严也好 利益也好 那也让普丁不会空手而返 要不然这两个都没有办法 对自己的国内交代 所以我想 我看法不一定对 但是等一下你就 听听我们极大使的解说 第二个事情 拜登骂他的三 谴责中国大陆的题目很有意思 你事先知不知道 我要是习近平就要问他 你事先知不知道 不知道 搞不好更早知道 你说我不知道不知道的证据没有 但是你自己已经宣布 2月16号是D-Day 那你不是连人家军事的部署什么状况 都模拟得很清楚了吗 起码你也是早就知道 你不知道怎么能讲2月16号是D-Day呢 那这个问题我看 美国怎么回应 第三个 你怎么不欠主 问习近平 那我劝主不劝主 我现在你也没有证据我做了什么劝主了 还是没劝主 但是你有没有去燃烧这个 你有没有劝主 你当时不拿北约来诱惑人家 这个仗会打得起来吗 我让你拿下颜色 我扶向熟 我来说 这些供应该走 我死人家 我带来 我记得 你怎么 participated ということで 你唯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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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